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继续进行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夺排热门山东、上海、江苏等强队都纷纷击败各自对手 表现相当强势 而拥有国家队两名主攻的北京女排 却意外苦战五局,不敌近来进步明显的福建女排 遭遇开门黑 北京女排本赛季是人才济济 不仅拥有众多国字号球员 而且还引进多名外援 阵容相当豪华 可以说他们具备了叫板天津女排的资本 不过首战比赛还是让人失望 让人失望的不仅仅是某些球队的表现 国家队部分球员的表现也让人失望 按理说能进入国家队的球员那都是百里挑一 在地方队那都是绝对主力 然而在新赛季排超联赛中 国家队球员不再是香波波 北京女排的金叶和天津女排的王毅竹甚至成为了球队的替补 要知道他们还参加了今年的女排实锦赛 国家队球员在地方队打不上主力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的确需要反思 一下自己的用人思路 由于第一阶段江门赛区的比赛延期进行 夺牌热门北京女排新赛季首场比赛变成了福建女排 本场比赛北京女排在主攻位置 用王云露和刘孟瑶首发 国家队替补主攻金叶成为了球队的替补 虽然没过多久 金叶就替补上场 但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并不好 全场比赛进攻成功率只有20% 让人实在不敢攻位 全场比赛今叶25次扣球 仅仅命中5次 成功率低的令人发指 这其中有二传传球的问题 但最主要的还是自身实力上的差距 正因为主攻位置缺了一脚 北京女排才会陷入被动 最终他们苦战5局后 2比3不敌福建女排 福建女排虽然实力并不弱 但是以北京女排的人员配置来看 他们理应取胜 无独有偶 今夜成为北京女排的替补 国家队另外一名主攻王亦竹 也成为了球队的替补 新赛季天津女排迎战实力不强的云南女排 由于是首场比赛 天津女排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国家队球员悉数首发出场 唯有国家队主攻王亦竹坐穿冷板凳 顶替王亦竹首发出场的天津女排 另外一名主攻守陈伯雅 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久之前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全就对外表示 新赛季排超联赛陈伯雅会获得首发机会 王亦竹与陈伯雅相比有一定差距 在上一轮比赛中 天津女排多数球员都获得上场机会 只有王亦竹没有太多展现出自己实力的时间 此外广东女排接应二传陈佩妍 在联赛中表现低迷 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山东女排 二传蔡雅倩没有成为球队主二传 国家队球员要么是地方队的替补 要么表现不好 这也折射出国家队主教练蔡斌 在佣人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今年国家队争议最大的 莫过于主攻位置的佣人 王亦露 金叶 王亦竹在上个赛季排超联赛表现并不好 北京女排连前八名都没有进入 令人意外的是两名主攻球员 却打包进入国家队 最主要的是两人的年龄还不小了 面对外界的质疑 主教练蔡斌依旧我行我素 市井赛上蔡斌选用的主攻 就是球队年初集训时选择的那几个人 国家队选手在地方队打踢补 这的确有些打脸国家队的味道 从目前情况来看 金叶和王亦竹本赛季主打的概率非常低 不知道来年蔡斌还会不会继续启用这两名球员 金叶和王亦竹没有在各自母队打上主力 肯定有自身的问题 至少综合实力肯定是不如球队中的其他同位置球员 蔡斌应该要反省一下自己的用人思路 当然了 国家队球员成为球队的替补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其他球员的进步更快 而国手则是在原地踏步 在这种情况下 国手成为地方队替补倒也正常 蔡斌的用人也有神奇之处 此前一直受到争议的王云露 在市井赛上大放异彩之后重拾行星 联赛首轮比赛 王云露成为了北京女排的进攻核心 全场比赛主界六轮一传的情况下 进攻成功率超过50% 还成为本场比赛的分王 我们也期待的蔡斌 在用人上多发现几名 王云露 也希望他在阵容上不断地进行优化 让最好的球员可以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